将两片棉花垫震进水里 轻轻把水按出 滴几滴保湿洁面乳霜在棉花上并压紧 将棉花垫放在眼皮上 将眼上的妆抹去 从眼角开始由外至内来回洁净 将棉花垫折成三角形 抹掉眼线 用较尖的部分由外开始 轻轻地将眼线液抹去 现在用保湿洁面乳霜将粉底抹掉 在早上挤出少量的保湿洁面乳霜 将乳霜均匀地擦在脸上 从下巴开始至脸颊及额头 完成后用紫巾抹去 由下巴开始至脸颊及额头 再用水清洗干净 然后用180洁面乳霜洗脸 在手掌上挤出少量的180再生洁面乳 在脸上涂抹至产生泡沫 轻轻按摩从下巴开始至脸颊及额头 用水清洗干净 完成解脸步骤后 您的肌肤已经准备接受微电流美颜系列的治疗 首先将浸浮胶均匀地擦在您的脸上 设定一个喷泉及两分钟 再将仪器贴近肌肤的表层 确保金属表面与肌肤接触 以螺旋按摩方式搓揉 由下巴开始至脸颊 起额头 完成这项步骤后 用纸巾将脸部抹干 首先将修护精华均匀地擦在您的脸上 设定两个喷泉及三分钟 然后将仪器贴近您肌肤的表层 确保金属表面与肌肤接触 以螺旋按摩方式搓揉 由下巴开始至脸颊及额头 完成这项步骤后 用纸巾将脸部抹干 再用清水洗净 然后用干净的面筋将脸部擦干 将面膜敷在脸上 调整至可容纳您的脸型 三十分钟后将面膜取向 将脸上面膜取下后 轻轻地把额外的精华拍打进肌肤里 将活颜生成抗皱精华 插在有皱纹的部位 在仪器上设定两个喷泉及两分钟 由眼角外滑向内侧 完成治疗程序后 接着使用爽肤水和润肤乳液 在手掌上挤出少量千体紧致凝胶 并把它涂抹在需要治疗的部位 如手臂、腿部和腹部 在仪器上设定一个喷泉及五分钟 手臂、腿部位 以小螺旋方式由外之内搓揉并按摩 腹部 以大螺旋方式搓揉按摩 腿部 则以小螺旋方式搓揉按摩至脚的上半部 完成这些程序后 抹去额外的凝胶 要效果更佳 可于治疗部位涂上媒体精华液 只要您每日都可以完成这些步骤 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光泽、健康和年轻的肌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